兩位國家領導人一直在那談亡國論幹什麼 你是要領導國家 比賽誰比較會亡國嗎 這個我覺得都已經談得爛掉了 兩位國家領導人一直在那談亡國論幹什麼 你是要領導國家 比賽誰比較會亡國嗎 非常糟糕 那這件事情 忒忒忒忒又再拿一中來做文章 就不對了 難得一次你可以彰顯國家主權規約 你是有要措施 跟國人道歉 我覺得乾脆一點 下面要怎麼做 就真的這個是很困難的球 本來最理想是他人還在監獄 還在服刑期間 我們台港雙方如果講好 他原定就是釋放他馬上登機 然後我們在台灣在空橋這邊給他逮捕 這是最理想的安排 不知道什麼原因反正就搞砸了 那麼這個看得出來 大概蔡英文總統領導的團隊 我曾經用疑共對中國是充滿了疑巨心 這個疑巨心反應說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我現在要選舉 我已經撿過很多槍了 我不要炮了 大概是這樣說 大概內定要把它推掉 但是後來發現不對 其實我第一時間就覺得 這是很好彰顯中華民國主權的機會 中華民國主權在很多地方 在外交可以表現 在司法可以表現 在台灣犯罪的人 本來我們屬地主義 犯罪利益在台灣 我們當然有權 他主動要來投案 求之不得的事 第一時間就應該給他接受 其他都是技術問題 可是他第一時間拒絕以後 因為民意反彈等等 才要改變 現在大概是更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完成香港司法 給他的懲處 他已經符環形 他自由了 如果港方不願意配合的話 他自己本來也覺得 不管是這個律師或怎麼樣 覺得台灣的司法很公平 這是給我們很大的肯定 當時你就要接招了 現在他們就說 我懷疑真的送到台灣 不會變成政治的籌碼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機會錯失掉了 蘇院長說陳同佳案 像是一個照妖鏡 就是造出魔鬼中的魔鬼 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那台灣被賣掉 還要替人家數錢 蘇院長最近 這個講話不太像律師出身的 大家去比公平好了 好 謝謝 所以說您剛剛在